跨速处理公文 因为档案文件 对完一座小山又是一座小山 昨天北市都发局里 每天会议室都忙着开会 但像是不怕台北城市发展单位 只有7到8人 而这区16个座位却有4个空着 因为离职还没补人 白天开会或是办说明会 然后导致说同人没有办法 在白天上班时间处理公务 每个人负责案子 基本上都不少 人少是更多 柯市府爆出走潮 105年第一季离职人数420人 创下令年同期新高 柯万哲上任16个月 不止基层离职多 一级首长累积7位挂罐球聚 比起前市长侯隆斌 同时期只有4人离职 多了快两倍 基本上我不是跳船 我真的是不是跳船 以市长的个性他也不会 就是说讲太多 那当然他也给我自乎 财政长苏建荣自嘲不是落跑 这时候准个魁林权挖角 到中央也能帮忙北市财政问题 但柯市府 肖内阁 据运动作 赫诚蛋 以及副长林清荣 都传出被挖角 这个你还问林权 不是问我 不会啦 第一点我们 其实台北市政府 你说有很多人离职 那就表示很多人进来 那也是从中央来的最多 客观者老神在在 官员走马灯离职快 捕人却很慢 市府8万人团队 不是台大医院夜客魔术十人 科政领导方式得重新调整步伐 这张世奎全英文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